而现在抖音上还有造假的影片说什么解放军已经登台救援了 下面还一堆粉红相信耶 真的很荒谬带大家来看一下 你看下面粉红就说什么 大家都在搜台湾震后救援的最新消息 愿所有军人平安归来 向我们的军人致敬 向我们的解放军致敬 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我就问一下 谁到底才是尖底之王 谁到底对这个世界才是认知不清的 最可怕的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可怕的其实是所谓的外部势力 天哪台湾一下子地震 15栋大楼同时倒塌 吓死人了 很多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台湾的乡亲公 是有贏不贏啦 不是我们在看多好好的吗 先跟各位说 这个完全都是假消息 这个是前几年 在云南一口气爆破那些所谓的 没有用的房子 一口气炸了15栋 这个是人为的 可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到底是谁在播放这些假讯息 这场我们渡得过去 但是我们最怕的是 就是在内部 在外部 有特定的人在这个时间点来作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那么在花莲 不管是中横台八线 还是树花公路 现在正在想尽办法 这个抢通过程当中又下雨 下雨了以后 本来土石就松动松软 下雨了以后反而使这个状况 旁边是泥令 然后又容易有土石流 所以这段期间要非常的小心 如非必要真的不要再进花莲的山上 山区这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大型机具现在已经进去 各位要知道 那么在树花公路跟相关的中横 我听说尤其在树花公路上面 他们有好几段大概掉下来 卡在这个道路上面的石头 都超过二三十公顿以上 二三十公顿的石头是什么 都比车子还要大 所以他们现在用怪手 还有各种迫害器材 正想尽办法大型机具 那因为里面还有人受困 所以包括大型机具 一定要想办法进去 可是它柔常顺断 你像沙卡当步 大型机具要怎么进去 非常困难 难度很高 所以想尽办法 还是要把这个迫害器材 一定要带到里面去 找到这个失踪的人 或者是压在这个失踪的 等于说下面的相关的人 我们在讲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都忽略了一个 在什么地方 在天翔附近的一个 除了沙卡当步道的 也有一个白洋步道 因为白洋步道比较少提到 昨天第一批 经过天翔受困的饭店里面的人 那么因为想通天翔往另外一边 就是往洛少 池恩 要到这个大禹岭 他们现在安排 他们从这条路走 然后你可以越过和安山 对不对 直接这样下去 那么第一批受困的 从走这条路 那么得以解困的 相关的老百姓说 要感谢一位希腊 来自希腊的朋友 希腊的这个朋友 他显然他懂爬山 然后他也是这个 等于说有丰富的救难经验 他有带绳索 他自己本身带绳索 在白洋步道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感谢他 因为有12个人受困 在白洋步道里面 是他用绳索 把他们拉上 一个一个拉上来以后 带回这个饭店去的 要感谢这位来自国外的希腊朋友 因为现场乱成一团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如果从他们所拍摄的影带 可以看到 整个沙卡当步道 几乎都被落实 全部都弄掉 然后全部被埋在一起 路都不见 你看他带搜救犬这样 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搜救犬的安全 还有他自己的安全 一个不小心就往下滑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他们所面临的 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有看到一个 他们在河谷休息的时候 那么另外远处就是沙尘 阳尘全部落实都下来 因为那时候发生了余症 所以你就知道 这些搜救队员 他们其实也面临到很多 那其中包括在这个 当时这个金华酒店 他们受困的这个酒取洞里面 那么其中有一位脚 被这个落实 他的车子里面 在巴士里面落实砸中 然后后来好不容易 把他给脱困了以后 脚骨折 把他背起来用头巾的背带 跟简易的树枝 因为他骨折了 用树枝把他给 把他背起来 这个人看起来很熟 原来就是当时 在莫纳科风灾的时候 有四勇士其中一位 他在这个特战部队 当时在特战部队退役了以后 退役了以后 到这个屏东县的特殊队 所以这一次也到了现场 也参加了 徒步走了三四公里 到了九曲洞 然后成功把这个骨折的 这一位受伤的患者 救出来了以后 再把他用头巾绑的方式 因为他自己本身 那么应该 我们台湾有很多原住民 有类似的这种 等说救人的方法就对了 把他把人给扛了出来 把他们给背了出来就对了 感谢这些冒自己生命危险 去救的这些 等于说无名英雄们 那事实上跟各位解释一下 沙卡当步道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通常在东段的东西恒光公路 有个牌匾 有没有 在过去没多久的时候 左手边会有一个往燕子口去的地方 它的右边就是所谓的沙卡当步道 那因为离很近 离花林非常近 所以4.1公里的沙卡当步道 非常漂亮 所以大家就会往那边去 那往那边去以后 没想到这一次成为夺命的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任何的防护 所以当石头掉下来的时候 这次石头掉下来的时候 很不幸的就造成了很多 包括胡姓女子 昨天被找到的21岁的胡姓女子 包括一些罹难者 现在还没有办法 知道到底身份是什么 所以你就知道 那么在短期之内 我们现在已经把 包括台拔县的中部恒光公路 跟这个苏花公路 苏花公路是大清水隧道 不是桥被那个落石给砸中 整个桥掉下去吗 旁边刚好有个日本时代 就建构的一个 本来已经分析不用的小桥 现在用钢梁撑住了以后 那么小型的车子也可以通 这是我觉得 为什么台湾的救灾 在国外 那么国外很多媒体都认为 我们表现得非常好 原因在这个地方 大家包括中央 包括各个县市 都投出最大的心血 像铁路马上就 隔天就抢通 像海上面的台北快轮 跟新台马轮 马上也过来就对了 这值得我们以后 作为救灾的时候 大家成为一个范例 好 我们举全国之力 大家不分你我全力救灾 就是希望让损失降到最低 这个时候最可恶的就是假讯息 我们会像蛮多失联的人 如果其实你人好好的 并没有在花莲现场 拜托主动出来报平安 不要让家人继续挂念 而另一方面 我们带你看这些假讯息 很容易在这个讯息错了安全 之下是被错误判断的 比方最近网路上流传说什么 台湾地震好几栋大楼 倒成一团 假的 那是大陆传的 目前的整个梳花公路 可以说是呈现钢残寸断的一个状况 那再跟各位说 沙石量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一时半刻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把它给挖开 所以都是用便道 用铁桥 用所谓的工兵的备立桥 我们一开始现在先来做 但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其实慧民姐 这个画面是非常触目惊心的 我们可以看到救难人员 其实石头都还在掉 每个人头上顶着安全头盔 尽量靠着墙壁 尽量就越靠越近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石头下来的时候会弹跳 请各位记得 现在人家是最忙的一个时间点 不要去添乱 所以现在各大山区 有危险的地方都不要过去 所以这是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画面 第二个画面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的路都是 肝肠寸断的一个状况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重点 刚瑞德哥有说 石头下来有大有小 那这次我们看那个梳花公路 那么大的卡车 各位那个石头哐的下来 还有那几台轿车真的是命大 那个拼命倒退的过程当中 我们连看画面都觉得触目惊心了 各位你去想 他们在那个当下心中 真的是15个水桶 是七上八下 但最可怕的 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最可怕的其实是 所谓的外部势力 目前在美国有一个叫做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 他们有一个台叫德州台 德州台居然刊登了一个 假的一个广告 这个假的广告是什么 他们就说 天啊 台湾一下子地震 15栋大楼同时倒塌 吓死人了 很多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台湾的 相信说是有贏不贏 不是我们再看都好好的吗 先跟各位说 这个完全都是假消息 这个是前几年 在云南一口气爆破那些 所谓的没有用的房子 一口气炸了15栋 这个是人为的 可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到底是谁在播放这些假讯息 再跟各位说一次 明天就要上班了 会有一点点塞车 可能会有一点点困难 但没有关系 这场我们渡得过去 但是我们最怕的是 就是在内部 在外部 有特定的人 在这个时间点来作乱